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王爷指老夫见人不当之罪 怎么 老夫眼拙 没看出杨过的小子言而无信反复无常 若非杨过的小子捣乱 今天要了郭靖的性命 我看不忍 我看得杨过飞扬勇爵 并非阴沉险诈之人 他想手刃郭靖 为父报仇 而不想假手于人 但愿如王爷所料 改日再来攻城 退兵 退兵 大军退兵的时候 队列整齐 纹丝不乱 竟这一点 我们大宋的军队就远远不及啊 郭大侠 方才看见你在城墙上直立着走 感情不是在变魔术吧 把我们大家眼睛都看直了 是啊 爹爹 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功夫啊 也从来没见你练过 以后交给我好不好 郭大小姐有所不知啊 这招上天梯乃是当今最高深的武功之一 世上所惠者极少 即便能够习得 这一招也只能上升两三尺而已 今天 郭大侠这招上天梯 居然可以达到一仗有余 可见功力深厚 惊世骇俗啊 旁人怎能做到 对对对 有了郭大侠这样的高人 我们襄阳城就如同有个观世音 活菩萨 大帅过奖了 我郭敬个人武艺再高 在战场上不可能一人抵得过千军万马 这次襄阳城能够击推他们 完全是靠众人齐心协力 你们今天都看见了 今天要不是过儿舍身相救 我郭敬也一定会丧身成枪脚下了 对对对对 杨小侠 杨小侠也是我们襄阳城的大功臣呢 来来来 我们大家来敬这个杨小侠一杯 好不好 来 喝酒 来 诸位 大家敬杨小侠一杯 敬杨兄弟 来 干 来 来 戎儿 今天 国儿在城头上奋不顾身救了我 这是大家都看见的 难道 难道你还信不过他吗 不是 我觉得他这次回来神经异常 怪怪的 靖哥哥 你明天还有军物 就早点歇息吧 就稳不过 到外面去走走吧 过儿 你非亲手杀他不可吗 时日无多了 这里仰慕众多 别提此事 等到月亮圆了 就是十八日之七的尽头了 果真如此 过儿 过儿 你怎么了 姑姑 过儿 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每天都能看到你 方婷亮 姑姑 我 你不要再逼我了 嫦妹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我没有逼你 嫦妹 只是姓杨的那小子一到襄阳 便在人前露脸 刚才你在大帅府宴席上 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哪还把从今说的话放在心上 是我爹和我娘要把我许配给杨过的 可是 我告诉你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 爹爹他若是逼得紧我就躲得远冤的 杨过那臭小子从小到大就自以为是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有我爹当他是宝贝 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没错 先前是我下疑心 嫦妹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以后我再这样叫我不得好死 来生变个乌龟大王吧 嫦妹 你今天晚上做不做梦啊 这我怎么知道 要是做梦的话 你才会梦到什么 我多半会梦到一只小猴子 那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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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 没什么 我 我 其实我不说 你也知道 好 那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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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是呦 大人嫁你 我不算 郭姑娘半点都不喜欢我 我是说 倘若你是她 二五兄弟中 你会嫁哪个 二五 我还是嫁你 不可以 可以 或者或者 没什么 意iani 你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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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马光左 粗人一个 郭大侠 你好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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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萧香子 有请二位五爷 哥 这里走 走 走 师父 我们我们 武学之事一生必受无数摩难与挫败 不必自责 你们为国献身 勇气可嘉 好样呢 让你们好好款待二位五爷 怎得如此无礼 快快松绑 是 不必了 二位小徒给王爷和各位添麻烦了 在下 在此道歉 师父 你不要讲了 你们回去告诉师母 说我在此捡下故人之子 稍后便回 师父 什么也不要说了 赶快回去禀告吕大帅 让他严守襄阳城 不论发生什么意外 都不要轻易开城 以防他们袭击 是吧 是 放行 是 郭大侠 当今大宋皇帝昏庸 奸命当道 忠良含冤百姓困苦 我这话没错吧 没错 李宗皇帝乃是个无道昏君 宰相假司道更是个大大的奸臣 是这样 郭大侠乃当是堂堂的英雄好汉 何必为那些昏君奸臣卖命呢 我郭敬纵然不孝 也不会为昏君奸臣所利用 我之所以死守襄阳 不是为了别的 是为了千万百姓赋老 说得好 贵邦有一位老夫子曾说过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清 此话真是大大的有礼 想天下者 天下人之 天下也 唯有得者所居 想我大蒙古朝政清平 百姓安居乐业 各得其所 我大汗不忍看南朝子民如此困苦 这才跋山涉水 挥军南下 解南朝子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此番心意 与郭大侠全无二致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来 咱们干一杯 够了 自从蒙古大军来到大宋以来 我大宋就白骨成堆血流成河 我大宋的百姓是家破人亡 你说你们是为解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我们有多少百姓死在你们的家里 何亡霍之下 你刚才所言之迟是我此之急 大惊小怪 坐下 郭大侠 英雄无敌 凡我蒙古兵将提及 无不敬仰之至 今日亲眼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小王不才 不敢伤了先父之意 咱们今天 不谈国事如何 不必了 告辞 郭儿 我们走 杀了你就是蒙古第一勇士 黄泉路上 别怪大爷手下无情 救命 没错 放炮过境 王爷面前谁也担待不及 一起上 这儿没用 连个鞭子都抢不过来 杨兄弟 你帮哪边 别着急 我和你单挑 你干嘛跟我动手 马大哥 我救了你一命 你知不知道 救了我一命 是 什么意思 那个郭靖会是药法 只要口中一念咒语 就能取人的手机 真的 趁早躲到一边去 杨兄弟 那他们三个怎么没事 你不知道 那个金轮大王绘画符 他给了肖像子和宁明星 一人一个 便能避开这个药法 怎么 他没给你啊 没有啊 哼 哼 国庆 你中了我的毒烟了 你是我的啦 快 棺儿 快跟我走 快 坏了 他们冲入大军 就没人能拦住他们 怎么办 是啊 国庆为什么不怕我的毒烟呢 你为什么不帮我们 你们不给我画符 我就不帮你们 画符 罗赐什么 追 追 我就不帮你们 幸过的你想留 告诉我 是谁扎了我爹 是国庆 是国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国庆 爹 儿子为你报仇了 国庆 国庆 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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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刚才运气是一股真气走匿了 胆点中通如倒酒 我飞你出去 我不要紧 郭伯伯 你别管我 你先走啊 那怎么行啊 小阳城百姓的安兵 都靠你保护的 你走啊 郭伯伯 你为我而来 我怎能拼下你不管呢 不 郭敬 你看看 你跑不了了 你不如赶快束手救擒吧 你妄想 我就是战死在沙场 也不会做你们俘虏 郭儿 我们俘虏今天就再次 跟他们放手一搏 好 来吧 好 那就成全你们 郭伯伯 我爹当真最大恶极 你非瞎的不可吗 他叛国害民 任贼作父 任人等而住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伯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轮 这小子 郭伯伯 你没事吧 没事 别废话 对付郭敬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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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了你 我今天跟你一起死 郭伯伯 郭伯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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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伯 郭伯伯 是 就是谁的 什么人 冯莫丰 冯姐妹 走吧 走啊 这是 走 不能放阔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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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差得远 封前辈 封前辈 杨兄弟 快走啊 快 封前辈 快走 不要管我 封前辈 封前辈 把他打开 锦轮 没事吧 锦轮 追 马修 你可千万别停啊 郭伯伯的性命可全都靠你了 滚 我们两个太重 快换小红马走 走 不许杀害我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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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我 郭伯伯 快走 你快走啊 郭伯伯 郭伯伯 走啊 你郭伯伯已经被你救回来了 郭伯伯 郭伯伯 你放心吧 Tac 龙姑娘 他们没事了 你在这陪他 我去看看你郭伯伯 孤儿 孤儿 孤儿你别动 躺下 郭伯伯呢 他怎么样了 皇帮主刚刚才走 郭大侠那边有人照顾 不还是了 师父 都怪我们 算了 这回你们行刺虽然冒险 但也是立功心切 不怪你们 爹 你少说一点话吧 你要好好调养身体才是 多亏了孤儿舍命相求 你们快去 去好好照顾他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刚刚从孤儿的房间回来 他没什么大碍 龙姑娘在照顾他 孤儿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我没事 都是外伤 郭伯伯的所作所为 皆是 皆是为国为民 此时襄阳正需要他镇守 我实在下不了手 姑姑 我 呃 什么都别说了 好好躺着 嗯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都去吧 嗯 去吧 师父保重 这次过儿舍身救你 他在梦中 还在说 郭伯伯快走 要是没有过儿 我这次就回不来了 我 我真不明白 你不明白什么 没什么 来 吃药吧 我知道你在怪我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下不了手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救他 只有他死 我们才能拿到解药啊 我 龙姑娘 孤儿 你好点了吗 郭伯伯 别起来 我都是些轻伤 过了今天 也就没事了 孤儿 这是九花玉露丸 是桃花岛的秘质灵药 你每天俯身两厉 应该有好处 给你 谢谢郭伯伯 小可霍都 凤家是金龙大王之命 前来下书 难道中原礼节 就是暗中接见兵客的吗 大宋礼节 因人而异 在光天化日之下 接待正大光明之客 在烛光泯灭之时 接待鬼鬼祟祟之人 书信一封 呈送郭敬郭大侠 自称客人 何不进屋 郡子身处危地 需防暗箭伤人呢 人世间岂有君子 以小人之心赌人 我往下走 都没必要 都没必要 优优独播剧名 产生 参加